Hello Hello 讓我弄個留言 按不到按鈕 啊 幹什麼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想印我的留言 搞來搞來搞不懂 Hello 大家好 今早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從來沒有拍過第一印象的影片 為什麼沒有拍過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留言未必準 有時塗了一些東西上去覺得很美 但可能整天你會覺得 它是容妝或者令你出紋 各樣各樣的 但我未拍過 我又想拍一下 所以我剛才花了差不多半小時 在家裡收拾那些東西 給大家去投票究竟 我的第一印象是應該拍什麼 大家都選了 我都會選好一些東西 我們落選佳麗怎麼辦呢 都要給大家看 我覺得落選佳麗可以做一個直播 也給我練習一下 究竟第一印象的影片是怎樣的 如果你們選了那些東西 就會在1月份 就會有一個第一印象的影片 那裡我就會化完之後坐一天 然後在最後一天我會再報告那些東西 即是能否維持到 各樣各樣各樣 但是這個Live 我就這樣上面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一個效果 然後再看看大家想知道什麼 我可能遲些會再補一些個別的評價 就是這樣 上班滿滿地 Holiday mode 今天不會太serious 我就一直用 今早我已經用了這個 Epionce Ultra Shield Lotion SPF 50 就是防曬面霜化妝Base 3合1 所以我只用了它打底 然後我現在就上這個 落選佳麗No.1 就是MAC的粉底 我之前都沒有用過 所以今天一上臉就會看到我的反應 這個就是落選佳麗No.1 我稍後會嘗試把這個影片 save到Youtube那裡 例如趕時間要出門口 沒有空 你遲些想看的話 可以去Youtube那裡看 還有我都會放到IG 我都不知道叫什麼 Live Video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Anyway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因為你知道 Live Video Oh My God Oh My God 還是賭出來的年代的Baby 我沒有想過 這個就是他們的Studio Fix Fluid Foundation Skin Balancing Complex 我沒有想過用到 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你給我一個Pum也懶 我不想特意買一個Pum 我不能說 這支是NC-35 我看上去好像黃金 行了行了行了 我通常先倒進手背 不夠先喝 因為如果倒進Beauty Blender 就有問題了 就會很多 Beauty Blender我也是濕了水 我今天會化全面 我不會一半半 化全面給大家看 OK 顏色是自然的 看上去好像啡色過我的皮膚很多 但顏色是自然的 我忘了買的時候有沒有給我噴 其實噴應該在盒子裡 我不喜歡的東西是倒的 這裏有一點點美中不足 上面我看上去先塗上眼 挺薄的 有的 有的 有一點點 遮不住 但面的位置是OK的 我再放多一點點 它好像算是比較 很痛我 打到手 比較稀身那一款 因為剛才我放了很大的 現在半邊面都不行 再補一補這個位置 我先看看 可以飄的 不錯 但都遮不住眼圈 遮不住 低中可以飄 然後面看上去都細緻的 因為第一印象 Try using the cotton bud to get the foundation out Cotton bud在外面 可能這個影片之後我的手是紅了 各位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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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好像很好 但是 我把美容器放進洞裡 我怕這個影片 一會兒不知搞多久 我想通常都一個小時 是我的房子沒有Cotton bud 如果不是這個 這是一個好想 可以塗出來 但是還是有一個pump 會好一點 因為有一個pump 你不會倒到你周手 如果有一個pump 我就擠到Beauty Blender 就方便了 再補一層在眼上 因為剛才說它低中coverage 其實如果一層薄薄的 是遮不住的 我臉上有些紅的位置 眼圈還沒有遮到完美 待會我們再用遮瑕膏 不要緊 現在我真實看的鏡頭 我還看到很多斑 我這個位置是有斑的 我現在這裡比較明顯一點 我還看到的 所以如果這個粉底來說 我覺得你日常的看法是OK的 不用那麼高遮瑕 或者你沒有什麼遮瑕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多遮瑕 或者你可能有什麼皮膚問題 你要遮瑕得很高遮瑕的話 就不行了 這個是暫時的評論 現在用Beauty Blender 上了臉 摸下去 少少黏手 不黏的透氣 薄身的 所以我覺得日常的粉底是OK的 不過我遲些會再補一些評論 究竟它是否控油 容妝脫不脫 各樣各樣 如果你想看的話 可以在YouTube留言 真的紅了 一隻手 真的紅了 可以在YouTube留言 我看你們想看哪些 我會再補多一個真實用多幾次的效果 粉底不錯 我買這個粉底的時候是夏天 所以我現在冬天白了一點 其實看到都OK的配合 但有一點點深了 還有有一點點的感覺 好像新淡了 不要緊 不要緊 我不會外出的 我準備這個妝是不會外出的 因為我擔心 其實我選擇的東西不太適合 因為我想粉底我選擇兩隻 大家去選擇 然後Lose Powder我選擇兩隻 大家去選擇 我未必能撿得到 有那個Category的東西 所以有些顏色不太配合 可能一會兒發出來 會變暗媚也不奇怪 但不要緊 我們... What you do for Instagram YouTube 還未落得粉 第二位樂選佳黎 就是L'Oreal True Match Concealer 為什麼我有兩支呢? 話說他們之前發了一堆給我 但我剛剛看過 應該這兩支顏色比較深 我不知道粉底的顏色 應該這兩支顏色比較適合 我又說錯話了 這兩支顏色比較適合 但我不知道粉底的顏色會怎樣 所以我抽了兩支出來 現在因為粉底的顏色 都會比較深色一點 所以我就用他們一個 叫做Golden Beige 3.G 應該會適合 因為這個可能太白了 這個適合上去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眼的位置我通常都會用淺一點的遮瑕 所以這支應該可以一點 Want是這樣的 扁的 現在就塗在這個位置 幾水下的 大家看到它的質感 幾水下的 稀身的 一攪拌就知道了 稀身的 稀身不要緊 稀身沒有那麼激身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遮瑕力夠 有一點點亮的感覺 有一點點亮的 水潤感 大家看到我平常試的樣子 開始皺眉了 還有 它是薄 容易推得開 遮瑕度來說 我覺得很一般 再來 多一下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一般 大家看到嗎 再來看看 它的質感沒有卡在紋上 都很容易推開 透薄的 有一點點亮身水潤感 但是呢 遮瑕度來說 一般的黑眼圈都OK 但是那條痕就遮不了 所以我覺得都屬於是 你看到 這邊和這邊 這邊很明顯是塗多了 你看到黑眼圈沒有那麼深 但是我覺得感覺有一點點灰灰的 這個位置 不太嚴重 如果你的眼圈沒有那麼深 應該都可以 但我的眼圈比較深 就麻煩一點 我這裡有一個瘡 試一下這個位置 遮印、瘡 我通常會彈一下彈一下 在旁邊 遮印都可以 比剛才好一點 比剛才好一點 如果遮斑可以不可以 等我一會兒 剛才不是說這些位置有斑 但我不遮眼圈 我遮了斑 看看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淺的那些可以 深的那些不可以 如果你是很深的印 或者是黑眼圈就不可以 剛才我這顆比較淺色的印 就可以了 所以遮瑕度我覺得 中 如果你的眼圈比較深 會有一點灰 有一點灰 可能用底部用來 調色會更好 調色 然後再塗上去 可能會更好 但感覺是蠻水潤的 如果比較薄的遮瑕膏有少許瑕疵想遮瑕膏 但不是太多的話都可以 眼皮的深色都遮不完 遮不完 我剛才那些位置再放鬆去 大家可以留言說這個方法是怎樣 因為做Live First Impression我都覺得蠻好玩的 但我嘗試不說那麼多話 因為我一說話就知道我唱戲 又不知道拉我多少個小時 因為IG的Live只有一個小時 我覺得現在這個感覺是比較自然的 但如果你想派對或大日子 甚至去吃飯的話 有一點點不夠 因為味道不夠 就是這樣 Lose Powder 第三位樂選佳麗 就是Hourglass Vail Loose Powder 其實是很帥的 我先排一下位置 否則我數一數 一會兒不知道會數到哪裏 它打開之後 我剛才撕了一張椒子 我沒有用過的 很漂亮 有一個H字 金色的 其實感覺都蠻有趣的 我記得他們說 這個盒子好像可以倒進這個位置 可以讓你拿一些粉去使用 通常Lose Powder 我都會倒進蓋子 然後把粉去搖進去 但我覺得搖來搖去好像很少 不要緊 我們先試一試 我也是用Sigma Powder Brush 我通常先放眼位 這個粉是沒有色選的 是透明的 所以不會影響粉底的顏色 喜歡可以投票 好 你們都蠻有趣的 然後再搖多一點 你聽到啵啵啵啵的聲音 就是我在燉的粉 有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粉質摸下去是很幼細的 一抓都抓到很多粉 然後掃開的時候 你看到粉底是沒有變色 因為它本身是沒有色 然後看起來皮膚很細緻 不錯 不錯 因為粉質最重要 你用Powder也好 或者用Lose Powder也好 我最怕的是什麼 它粉質有時又細都好 擦上去就好像很厚 或者看到皮膚很乾 然後或是像一塊塊 我會覺得很厚 反而我覺得它粉質變%,很細 擦下去的時候 很像一塊塊 一會兒再按回鏡頭 看看我股的位置有沒有打顯得很乾 Hello 大家好 現在正在玩第一印象,但是落選佳麗 大家選了投票高的那些,我會正式拍下一個 那些會正式Youtube,即是打橫看 那些我會留下幾個小時再跟大家說究竟那個Findings是怎樣的 現在先把鏡頭控一下 我有一些位置比較乾,但不算很嚴重 即是沒有卡在皮上,令皮很突厚 其實我不算落了很多 大家看到我可能是凳粉,因為凳粉一次過都很少 我不算落了很多,但已經設定妝容,現在是不黏手的 看上去皮膚是細緻的 剛剛塗完遮瑕膏的時候,好像兩疊 這邊是霧面,這邊是比較光亮的 然後塗完碎粉,就變回同一個質感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又薄又貼,又不會令乾的位置更加乾 在皮上,看上去皮膚細緻的 這個我會再用多幾用再跟大家分享 看看它有沒有脫脫性 我覺得這個比Terry的更滑 再滑一點,感覺一摸上去再滑一點 不錯,不錯 今天我會再跟大家詳細探討 然後我沒有contour 我整個屋都找不到contour 我用回自己的先 我就用回The Balm的Bahama Mama 因為剛才我找過整個屋 原來我沒有什麼其他品牌的contour powder 所以我暫時用著自己的先 因為不contour都是樣子一般的 很怪怪的 現在趁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回答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Holiday Mood 其實我也很Holiday Mood 但我又很累 所以我都很矛盾 對,我都很矛盾 不錯 大家很安靜 最近我見到一份工作 我有參考你的見功技巧的影片 多謝多謝 見到一份工作就好了 恭喜 給心機 做 沒有人有問題 不,可能大家都在上班 我自己說話 我自己找些東西說 考試啊 那就Good luck Good luck 現在考試還是 接下來過了聖誕考試 過了聖誕考試還是怎樣 好,接著就到HIGHLIGHT HIGHLIGHT 這個就是I Heart Revolution 未入店 我去英國買了這個 因為我看到它是星星 我對星星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買了這個 它有三顆 大家選了旁邊那一顆 旁邊那一顆 一月中就有個影片 這顆 是不是很升呢 這顆 真的很臭 金色 我都不知道用在臉上會怎樣 但我覺得它很漂亮 它是樂選佳黎第四 所以我們現在試一下 因為待會真的不能出街 真的是金色 明天考完就是自由 Good 有沒有人只塗粉底滑眉 就是這樣 有的 怎麼會沒有呢 有的 有的 有些人只塗唇膏 我剛剛化妝的時候 只是塗唇膏而已 是真的金色的 是真的金色的 Oh My God 大家看到我金了一塊呢 好像小時候上學老師給的星星貼紙 對 對 它真的很漂亮 星期六請兼職 暫時不用 要就找你 我看到一些星的東西都很迷 這邊大家看到 我那一塊真的金色了 但是很厲害 顏色 有的 顏色 我確實覺得 這一個是 Ten Skin才可以用的 如果你比較白的女生 你無緣無故試畫兩行 這樣 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真的很金 可能另外大家說的顏色會好一點 是 好厲害 這個 要不要笑一下 多金 鏡頭前面都看到 好金 我覺得如果你古銅色皮膚是好看的 因為如果你古銅色皮膚 襯金色的highlight 我覺得是一流的 因為是很match 但是如果你白一點就未必可以 這個只可以欣賞 或者你就一月中看我的first impression 那個就會是一個類似帶粉紅色的 可能好一點 我現在只是這樣看的時候 我只看到我兩瓶金色 但是蠻好 不,看看你接受程度有多高 如果你說highlight 我現在先放一放鬆它 highlight 你說真的想看到的話 其實我蠻開心地出門 我覺得,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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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禁食,不是開玩笑 這個我考慮一下 入不入 因為香港也不是太多人好聽 所以有時候顏色不太合 就未必可以入得到 眼紋很深 怎樣可以上遮瑕膏 你要用一點潤一點的眼霜 先塗好 讓它吸收了 然後用Beauty Blender 這樣彈會好一點 因為那條紋 直接是彈在那條紋 會比較容易一點 OK 接著落選佳麗 第五位了 大家選了另一條是三角形的 筆尖是三角形的 這條是落選佳麗 但這條好像蠻厲害的 這條是Benefit的 這條是12小時的Ware Waterproof的 這條是Benefit 我沒有說的就是我自己買的 這條是Benefit 這條是Benefit 顏色方面深了一點 因為我應該用是Brow Powder 我用3號 這條是4號 不知道滑上去會不會變成暗 但不要緊 這條是Waterproof的 好像很厲害 但我試不到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Waterproof 我現在整身都是Makeup 等一會兒 先拿起來 這條是這樣的 有顏色選擇 一邊是這樣的 幼幼的 我都很少用這些筆 可能會表演到一塊雞 大家不要介意 這邊就是掃開 我現在先試一下 我都很久沒有用過筆了 不 我通常試新產品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我先畫一畫 在手上 尤其是眉筆 我想知道它有多深色 而且我要多大力 眉筆通常 會比較乾身一些 是正常的 因為人家要留下 就做不到很滋 我畫了出來 可能一會兒會變暗 4號色都很深色 而且要畫幾下 I'm glad I could do live chat with you So excited Hello Chicago 可能一會兒會變暗 可能一會兒會變暗 但不要緊 有色選擇 我來了 我都有點害怕 這個位置是崩了 所以我第一下 4號色 第一下我先畫了崩的位置 因為我其他位置有眉毛 所以我不太緊張 因為崩了那些 我就覺得我要教它 我剛才一畫的時候 因為它是新的 所以我先畫好幾下 我先畫好幾下 要不然在眉毛上就要做好幾下 現在暖完後 就沒有剛才這麼難畫 大家看到我 這樣數下數下都已經出色 你看多厲害 多厲害 先輕手一點 我真的會變霉 好好好 其實我畫眉就是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一下 這樣 這樣 應該可以 好像假裝你的眉毛 通常我畫到差不多 我就掃開它 你看到我掃了 是淺了色的 還未掃到三度的顏色 我平時用三度 還未掃到三度的顏色 但是自然 要不能用了 為什麼我只會和大家講 一流鼻水 等一下 唉 唉 心眼霜產品 你P.M.我再想想我再交蘇尼 這邊和這邊 如果我覺得它3號色應該是完美的 不過不要緊,我再畫這邊 所以我覺得它有些筆和擦拆是很方便的 因為你不用去到很完美 但只要畫了色水跟著你的眉毛 然後你用刷刷擦鬆 這樣就完成了 阿梅,阿梅出場了 Hello Tiff 你來看我怎樣扮阿梅 好嗎? 底部要再補一下 因為這裡和這裡 什麼時候再跟店長一起去旅行 不知道 因為我其實夏年都會很忙 所以我昨天在IG story那裡不斷在說我想請助理 是不是? 那支掃給我畫在旁邊 不要緊,可以擦脫的 化妝是脫的 夏年都很忙 所以我昨天在IG story那裡說我想請助理 因為我已經開始爆炸了 希望夏年,不過真的不肯定 如果不可以的就再下一年 看起來不錯 OK的 是頭那一下 你一開出來就畫幾下 在手上熱熱 你畫的時候覺得很刺激 和乾身 我完全明白 因為別人寫著是Waterproof 如果太潤的東西 或者太容易畫的東西 未必會很Waterproof 我完全明白的 但你第一次溫暖完之後 畫後 剛才我沒有刺激的感覺 而且很容易畫 很出色 然後用掃掃 然後掃掃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看看是否Waterproof的話 自己留言在下面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喜歡看什麼 我也不想再做一次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那些 我就特別再報告給大家 剛剛是佳麗 5 然後是佳麗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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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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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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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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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2Q是很有名的 當年L'Oreal & Maybelline都有推出過類似的產品 因為GA這產品大家都覺得非常好 後來沒有人說了 沒有人說到現在不知道是翻兜還是改善了 因為都太長時間了 現在又再看看感覺如何 因為當年推出這個產品市場上沒有太多產品選擇 但是加上就不同了 很多產品選擇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可不可以與事並進 我又要洗一會兒鼻子 不好意思 通常這些產品是用手來的 再用數blend 我今天都比較安全 因為大家看到我現在開始變霉了 甜味又深色了 那一刻又金色 我比較安全 我都是用手的 而且這個不是霜霜 大家看到它是有些粉的 但它是很密集的 它是好像有點霜霜 但它上眼是粉 你剛才叫我拿它 它在我的手指上醒著 我通常用第四隻手指 搓 沒有顏色的 摸下去是有霜霜的感覺 但又不是霜霜的很重要 這顆是眼影 這顆是霜霜的 讓大家看看 不知道清楚 看出來是這個顏色 塗上去是這個顏色 我還沒有霜霜 我還沒有霜霜 沒有它這個顏色那麼浮誇 這個顏色是很啡色的 它是有一點點深的古銅色 適合的 質感都很不錯 當然它是有很多很密集的閃粉 所以它又不是一顆粒的閃粉 它是一柱的 我不如揉在手上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它是... 看不看得到? 哎呀,好像看不到 先揉上去一點 不好意思,有時候用電話都很難搞的 那呢 這裡 你這樣就看到它好像啡色 然後你動一動的時候 就好像看到它是金金的 是的 金金的 所以變成都穿著 而且都會是很容易保持的顏色 為什麼?我剛才沒有流鼻水的 我一跟大家說話 就一直流就一直流 鼻水長漏 都說Temple是我的朋友 好了 然後揉上去 大家看到我剛才是隨便揉上去的 我用這個blending brush 我都說這一款是很好用的 什麼牌子都不要緊 你喜歡選得對就可以了 Sigma 總之是這樣的頭 什麼牌子都不要緊 我自己用Sigma 因為店舖有 而且性價比較高 它不是很貴 但是用得好 我揉開了 真實看都很貴 它未去到Metellic Metellic是真的閃的 整個眼角都會是金色的 它未去到Metellic 它是很輕微的一注閃粉 但是你看到是啡色的 我這樣看是啡色的 但是我一動對眼的時候 它就360度 你看到嗎? 360度放不同的光芒出來 不要太悶 我知道有很多時候 你剛剛開始化妝 你看到這麼多顏色都很暈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這些 因為一個顏色那些不會死人的 最多不要抹掉它 你看到我也是用上去的 沒有技巧的 看我是不用看技巧的 揉上去 然後 我不是摸這個位置 你不要用鎖去摸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是想它有色 你剛才推開了 你是想推那條邊 所以你看到我就是在眼角 這個位置 我做一次慢一點 這個位置 這樣 你推開了 例如你眉骨那些多了 你就拿個中指 剛才你用這個手指 你不要用髒那一隻 你用另外一隻乾淨的 抹一抹它已經是OK的了 已經是OK的了 我喜歡它 一零的時候360度 如果你聽皮膚的話 這一隻是很自然的 真實看 你看到我現在 其實你不細心看 你不覺得我擦了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聽皮膚的話 這個你化完好像沒有化 但眼皮深了 但如果你是 中色 或者店長白色的 那些就會變成啡了 它都有很多顏色選擇 我這個4號色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一個 你們覺得會喜歡的 不用看到它閃很害怕 因為你試上手 和擦上眼是不同的 我試上手 現在看是很閃很亮的 但我上眼 你會問頭部 你現在看到 頭部 才會有光澤感 但它不是閃光的 我忘了塗了 看一看 洛選佳麗7 就是剛才Benefit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的顏色 就是 CALIFORNIA 不是CALIFORNIA CALIFORNIA 這個顏色我是很漂亮的 你把顏色是很粉絲 很漂亮的 你适合 你這個顏色 很適合 橙的CORAL 沒有閃 這個是Mini版 都是之前Benefit送給我的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你知胭脂很久用不曬 所以我一見到Mini版就亮了燈 而且我覺得送給人都很好 包裝又漂亮 然後打開就已經是一個胭脂 如果我記得的話 應該是塗了胭脂之後才塗了HIGHLIGHT 但是忘記了 我點一點 已經有粉了 這個就這樣 先烘一點 因為我這裡塗了HIGHLIGHT 所以可能會抹走它 但不要緊 可以補的 我通常先塗上去 塗上去 然後你見我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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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上去 然後我才塗鬆的 那個人不同 你找一個自己適合的方法就可以了 因為化妝都沒有適合和錯 我塗了很少 可以再補一下 因為我目標是變霉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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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看到是沒有色 但我看是有色的 因為鏡頭 我想給大家看看顏色 所以我塗多了 平時當然不會這樣抹走 但我想大家看到顏色就是這樣的顏色 很不錯 多了 用乾淨的掃 掃走 多餘的就行了 總之你家裡長避一枝是乾淨 甚至乎幾枝 你用來調整那些你覺得多了的東西 那就OK了 調整淺了就好一點了 但大家剛剛看到 我點兩下其實已經有色 這個 其實點一下這樣抹開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最美的 不過你知道 拍攝鏡頭吃飾 無論什麼鏡頭都好 所以剛才我點多了給大家看 這個不錯 我很久沒有塗過胭脂了 因為之前玫瑰座瘡 這個位置脫皮 所以我忘了了胭脂口一段時間 沒有塗都OK的 OK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如果大家在找胭脂 想是Coral Color 不想是Pink 如果你想塗完後 面色比較白淨 Benefit的Galifornia是OK的 而且很出色 大家不想買大顆 就買Mini Mini更可愛 OK 還有一件事 差點逐陣 如果你會玩HIGHLIGHT的話 你記住那個胭脂不要閃 不要閃 這裡 如果你不玩HIGHLIGHT的話 你的胭脂可以閃 因為如果你兩樣都閃 就很閃 你從這裡閃到那裡 對嗎 有機會臉好像很油 如果你不是乾肌的話 儘量避免 因為如果你油肌的話 你這個位置不會出油 通常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個L位會出油 這一塊閃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我乾肌 乾肌都還可以 但是我怕你搶了風頭 搶了風頭 我覺得如果你那天會有HIGHLIGHT的話 你的胭脂會不會閃 你那天沒有HIGHLIGHT的話 你的胭脂可以閃 有光澤感 這樣 對 BALANCE OK 講得很細節 我每次拍到LIVE 因為又要化 又要說話 我又不可以和大家 所以我每次拍完LIVE 我都會氣喊 OK 我現在樂選階禮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八個 就是這個 在SASA買的之前 Eyeliner 1.5mm 好像很幼 這個品牌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我還沒用過它的品牌 但之前有用過眼影 我覺得OK 它的眼影都蠻刺激 如果在drugstore來說 我都覺得很滑 各樣各樣 就用這個 這個 當然是黑色的 其實你問我 你問我 Baby我在家找東西給你看 對 又要領爆了 等我一會兒 對 領到了 這個頭 跟我Dolly Wink那支 差不多 然後跟我Hourglass那支 頭 差不多 這個頭 我未用已經可以斷定 因為那支 這支的長度都差不多 沒錯 是drugstore 這支 我剛才看的標誌 就98元 98元 Dolly Wink這支 88元 Hourglass這支 就 不知道是不是 3條600元 總之是差不多200多元一條 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快用完 但是 大概一個月左右 如果你一個星期化五日妝 一個月左右 會用完 所以其實 你問我800元 發不發算 我又不敢說 大家見仁見智 那 我等一下要報過我的遮瑕 我現在看到一些 一會兒大家提醒我 我要說一下遮瑕 但現在我又要畫眼線 我畫眼線 我又畫在手上 因為它一開出來的東西很乾 那 現在先畫一畫 我覺得它好像比Dolly Wink Dolly Wink好像比較好畫 有很多 它這個 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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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 但很黏 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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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卡卡 我現在畫眼線 我希望我成功 但我現在很熱 我現在在流汗 我現在看到 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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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顏色 你看不看到 你看看 有時候你塗了比較霜狀的眼影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少做第一印象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剛才我那個AMANI的眼影是有少少霜底 但上去不黏的粉狀 但有時候眼影本身自己厚一點的話 你畫眼線都會比較難畫一些 現在好像比較好一點 筆尖很小 筆尖很小 這些位置很精準 我現在的感覺 Hourglass和Dolly Wing很滑 因為真的黑 剛才我頭幾筆做出來的時候 它像是灰色 你看我眼尾都不是黑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我暫時不太印象 我暫時不太印象 我看看能否動到這條線 這個位置你看 是灰色的 對 不是真的黑 這個我要再試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試一下 例如我用粉狀的眼影 看看它會不會都是這樣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 可能在IG story 或者在blog上再重複一下 在blog上好不好 因為我不想再拍片 大家很悶 又是那堆東西 所以在blog上再補一句 不是真的太印象 因為我現在拉不到尾巴 大家看著我化妝 爪狂 再拉尖一點 但我再拉尖一點 那個東西變了灰色 再補一下 唉唷 我不喜歡眼線筆畫不到東西 而且它的感覺也是比較乾身一點 我畫了這麼多一下 無論如何這樣算了 好嗎 我都不出門了 先彈走一些東西 OK 這樣吧 我畫這邊給大家看看 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剛才已經畫開了一支筆 還有呢 我覺得呢 唉唷 我稍後再說 我稍後再說 那個遮瑕 讓我先停一手 讓我先停一手 眼線筆很爪狂 哇 大家有東西趁現在可以打字給我 因為我會安靜 因為我很專心 嘩 這個洞 為什麼一彈 對 大家其實看這些Live開不開心 有沒有用呢 不如我問大家 大家回答我 對 因為之前做過一個 就是real time 的get ready with me 然後現在做real time 你看到我真真實實的 第一印象 大家覺得 好不好看呢 有沒有幫助呢 有沒有用呢 還是我正確的影片 又用一點呢 還是兩樣都喜歡看呢 對 大家要給我一點 feedback 因為 我要和大家溝通我 才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我好無奈嗎 這個concealer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我沒有用過concealer 我對眼睛有摺痕的 剛才我化眼線的時候 我看到 剛才不是化眼線 剛才化眼影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 我的摺位是摺了一條 這個concealer 出來的了 所以 一般的 然後剛才 塗眼霜 眼霜本身 自己很薄 而且 它不是很creamy 那些 其實它應該不會 怎樣移動 但是我剛才上concealer 剛才塗眼霜 不是concealer 剛才塗眼霜 剛才塗眼霜的時候 我都看到 有條線在 所以底部是不行 然後現在我近距離 去看那件事 我下了碎粉 我看到這裏 有些 你見不見到 有些 一塊塊 是啊 是啊 然後我這條紋很顯 我都未去哪裏 我這條紋很顯 對了 concealer我不推薦了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concealer 厚的薄的 什麼的 我都有 我很少 塗完之後 下碎粉 摺了一條痕的 還有 我今早是用眼霜 我沒有用眼霜 如果我是用眼霜的話 都可能因為它厚 而移動了concealer 不是的 我是用眼霜 所以都比較薄一點 concealer 我不建議 還有 封面不漂亮 下眼線這個位置不漂亮 有一塊塊 有一些紋 多顯 你看看 還要不是遮得漂亮 OK 我希望這樣說 大家不會介意 但是都是最真實的comment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不說白一點 我也不知道拍片來做什麼 什麼都好用 什麼都好用 不用我拍 剛剛 Live就是要剛剛按照才能看到 YouTube多數會看完 不要緊 我會將這個Live 遲些會做的Live 都會在YouTube上 因為我明白大家 好像我這麼有空 所以大家有時候在上班 趕著出門口 是看不到 剛才這隻遮瑕膏 L'Oreal True Match 大家看到我的頭髮弄掉了 不太推薦 眼線不太刺激 因為當年我為什麼還有存貨呢 我用Hourglass的時候覺得它很好用 但因為用了20次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發掘到 Drugstore的Dolly Wink 應該聽我說過 Dolly Wink可以是Hourglass的便宜 兩個都是這麼滑 兩個都是這麼油 兩個都是用20次就用完 但你會選$200多元還是$80多元呢 自己選吧 這個我看它都類似Dolly Wink 但比它十多元貴 我買了的當時 給大家的樣子看看 但我會放在YouTube 我會放在info bar 所以不用怕 這個我覺得沒有Dolly Wink 那麼好 而且那條線出來 大家看到我一直都沒有了 看到嗎? 滴起我眼皮給大家看 一直變成灰色 變成灰色 我遲些試一下 說了幾十次試一下 說到沒有 好了 遲些我會試一下 不用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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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多一個好像很悶 我也很悶 所以我會在blog post上更新 大家告訴我 然後到 糟了 佳麗號多少 有2468 9 佳麗 落選佳麗號9 對呀 還未出門 一上臉就這樣 我基本上 對呀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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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先看看 CLIMAX CLIMAX Mascara 好 我上網看有些人說這款是會脫的 但我都說過很多千萬次 我對眼不油 我對眼濕 所以我不肯定它會不會脫 如果你眼比較油的話 你對這支又有興趣 你就再做多一點 research 看看別人怎樣說 不好意思 我一直給大家看一張刺指 抱歉 會脫 但我對眼不油 所以要告訴大家 不過可以看看上去的效果 因為 Mascara除了脫不脫之外 都要看看上去的效果 大家看看頭多肥 我現在很少用頭那麼肥的Mascara 因為我年輕時 因為我眼睛很細 16比9 我眼睛很細 所以一太大 頭不是鬼妹 鬼妹的眼睛那麼大 就有很多位置塗的 頭那麼大會有一樣問題發生 就是我經常把眼睛放進下眼袋裡 然後我要重新來過才能外出 所以我塗這個Mascara 我要很小心 哎呀 我的影片還沒完 撞鬼了 他說還有2分鐘 我說了這麼多話嗎 但我還沒完 我一會兒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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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是啊 我趕到自己收線為止 但我會再上來 因為我還沒趕完 咦? 我的Youtube Video不是很長嗎? 不要緊 大家沒事做的時候去看 不一定要馬上去看 Anyway 好 好 我高了頭 大家看不看到 怎樣才能看到呢 這樣 對了 長了的 根根分明的 OK 大家看到我的鼻孔 就是這樣 但是我習慣了那些Mascara 自己本身再curl一點 我通常在這個位置會看到Mascara 但我現在這樣看 不是很看得到 但我這樣看就看它根根分明 即是我真實看鏡子的時候 我就看它根根分明 但它黑了一些東西 在我臉上 讓我先開了它 塗幾下就已經有那個 這個效果很大 對 如果你要根根分明的話都可以 我覺得是長 有少少的濃密 但要掃幾下 否則很容易有蟑螂一腳 這個Live會接買的 我再上來 原來不經不覺已經說了一個小時 不是一個小時 唉 我都未做完些什麼 我還標籤一個小時 說完了 不好意思 我又很長氣 對不起 和大家說話很開心 我常常都說多了 然後說到一些東西很長 一會兒如果我剪完那條影片 夾在一起到Youtube 我想又是一個多小時 我塗了幾下 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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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了之後 唉 撞鬼 我又放在眼皮上 都說頭太大了 真的不行 放在眼皮上 通常用扁的掃子 擦開它 擦走顏色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會適合眼影 擦走顏色 這個 這個 頭太大 我自己來說 如果你大眼娃娃的話 應該很OK的 你塗不難塗的 是長了 是密了 讓我先拔走那些 一塊塊 是長了是密了 長 比較濃密 有根根分明的效果 但是呢 如果你塗多幾下 就有機會很容易一塊塊 你要拿掃子 再掃開它 慢慢掃開它 它就有根根分明的效果 但是有些容易弄到蟑螂腳 這就是我的評論 剛剛 微白白說過 有些人說都容易脫掉 所以如果你眼油的話 看多一點掃蟑螂腳才決定 至今我不太刺激 因為 我一般喜歡蟑螂腳的效果 有些人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這支會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 都是一般蟑螂腳的效果 那 就未必適合你 當然它塗幾下是有反應的 OK 但是我不特別推薦 我不特別推薦 OK 洛選佳麗No.10 其實也是最後的步驟 就是Armani這支 Matte的唇膏 這個是我近期買的 很鮮紅色 也不是的 暗紅色 No.403 No.403 這個是一個Matte色 我們看看上嘴怎樣 我都很興奮 我都說我今天妝容會變暗媚 那些顏色不配 但無論如何 我之前塗了少許Lip Balm 剛才跟大家說再見的時候 我沒有再塗過東西 現在看看那個效果 出色 一畫畫到 厲害 出色的 因為它是紅色 所以我先敷一敷嘴 紅色唇膏有時候很難選擇 那邊 那邊 Anyway 我的唇膏沒了 我現在先敷一敷嘴 先敷嘴 因為有時候敷嘴 它會敷到沒有了一個刀 有些不漂亮的邊 就用這樣 剩下 因為我很少用Lip Liner 用了Lip Liner會比較好 Matte Lipstick Amani 403 這個顏色 是一個紅色 但是是一個暗紅色 也是一個Matte Finish 剛才上咀大家也看到的 很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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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現在有點乾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乾呢 又不是 有沒有卡皮呢 沒有卡皮 我嘴巴這陣子都乾一點 但是沒有卡皮 這裡我有一點點皮 但是沒有卡在裡面 你知道我說什麼 卡住了整塊皮飛出來 但是那個位置可能上不了色 暫時覺得OK 如果你喜歡Matte Lipstick的話 暫時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有沒有 我又要搬我近期的Favorite出來 有沒有Cley de Peau Cashmere Lipstick 因為Cashmere Lipstick Cley de Peau這支 都是Matte的 有沒有Cley de Peau那麼滑呢 沒有 但當然價錢也差一點 所以大家自己去選擇 現在有點乾 但是不難受 OK的 好 我真的變了阿妹了 我真的變了阿妹 第一印象很難告訴大家 有什麼推薦 有什麼不推薦 因為真的是第一印象 那印象準不準呢 有時候會準 看看是什麼 有時候未必會準 尤其是Foundation 那些東西 未必會準 Lipstick就不能告訴大家 幾個小時後乾不乾 暫時來說 我覺得 如果要重複的話 Foundation我還未知道 因為要整個資料 看看情況如何 但用上去我覺得日常都OK的 遮瑕膏 我不推薦 因為剛才有摺痕 會移動 下了粉底也會移動 然後我還未出門 我已經離遠了 現在看到鏡頭 我都看到 顏色是一塊塊卡在下眼線的位置 所以這個遮瑕膏 好像經常說 但未告訴大家 究竟是什麼遮瑕膏 L'Oreal True Match 不知道就不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直接計算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要不要這樣說 很難說 因為你拍Youtube 就是說你的感覺 用了那件事如何 如果我要重複的話 我應該會神經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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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會再試 可能是遮瑕膏 遮瑕膏 因為遮瑕膏 遮瑕膏 遮瑕膏 我會再試 但是暫時 如果你問我 因為出來 第一它是絕 然後它又好像變了灰 然後我斬一斬 剛才大家都看到 變了灰色 所以變了NO 暫時是NO 但我會再在 blog post 或IG story 再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先放一邊 因為要再試 這個 雖然是NAS傳給我的 但我都要真誠 因為我不感受別人傳給我的 其實大家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不是很多人傳給我的 大部分都是自己買 剛才有電話打給我 先收了 我不是感受別人送給我的 但我都是那個 我不想因為別人送給我的 而影響了我自己對那件事的感覺 這個是他們送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喜歡蟑螂腳 塗幾下 你不介意蟑螂腳的感覺 可以的 但如果你像剛才說 如果你右眼的話 先查清楚 看幾個留言 因為我見過會脫掉 但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第一 第一 它的頭很大 跟我的眼睛很小 有關係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位 我很容易會放在旁邊 放在上面 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頭很大 我很難處理 第一 第二 我覺得它是真的 有效果的 長就長 蟑螂腳 都加強了一點 但我自己不太喜歡 你多塗幾下 它就把蟑螂腳 然後你又要用點時間 不斷掃 大佬 趕著上班 有時候真的沒有時間 所以我自己這個 都不太推薦 這三樣產品 我又再剩一下鼻子 大家都喜歡 TOMA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試了 就這麼 所以我都是會保持 可能我說話會比較尖酸 但沒辦法,第一印象是比較激動 我自己用完後會繼續看它怎樣 很印象的產品是Hourglass這個碎粉 整個感覺很不錯,用很少份量,皮膚很細緻 皮膚很細緻,看起來是皮膚很細緻 我會繼續用,遲些大家會看到 我純粹喜歡它是一顆星 每天都很難做 冬季時,我覺得自己會用得比較多 因為冬季時會比較黑 但它是一顆星,所以我都有點偏心 我純粹覺得這個不是每個人都用得到的顏色 但在第一印象影片,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另一個顏色,看看會不會是多用得到的 這個質感很不錯,但顏色未必每個人都不錯 你聽肌的就不錯,就是這樣 或是你很喜歡打亮的,可以的 這兩個都不錯 眉筆也不錯,雖然顏色深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眉筆是很不錯 因為都很容易處理 而且它封面那邊不是有個掃掃的 掃掃之後都是很自然的一個顏色 當然,這個我會繼續測試究竟它是不是Waterproof 但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看得過先,可以先對它有興趣 有些東西用完一次就來到它 沒有啦,謝謝啦 所以那些就沒有興趣 G.A.Eye to Eyes to Cute 不錯 比起當年的感覺是一樣的 這些單粒眼影就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化多點眼妝 可能一個palette會比較適合 因為多點粉色去玩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經常化的 或是化妝新手的 其實我這麼多顏色,我很興奮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剛才大家看到我 用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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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記住,它的閃粉是OK的 是立體感,不是閃到很誇張的 所以不用怕的 我這個就是4號色,我覺得是OK的 我會繼續用的 這個很可愛 這個之前都是Benefit送給我的 其實它不送給我我都會買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看到 我已經覺得很漂亮 很搭我的顏色 如果是淡色,或是白色 你不喜歡粉紅色 或是很橙的胭脂 你拿不到的話 我覺得這個顏色剛剛在中間 因為它是Coral tone 也沒有閃粉 你沒有閃粉可以玩HIGHLIGHT 或者你經常都出油的 你不想那個位置那麼閃的 這個都適合,很上色 剛才用了,覺得很上色 又很漂亮的那個顏色 也有MINI size 我覺得MINI這裡是加分的 因為有時候它大顆一點的 真的未必用得完 但是MINI這個又省位 又上色,又好看 所以變成都是good Lipstick 我現在說了這麼多東西 沒有乾了 但我說了十多分鐘 顏色很出,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它 我很久沒有紅嘴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但整個人都很明顯 不錯 一個霧面的唇膏 剛才大家看到都很出色 有一點點滑 但都沒有在皮上 或者唇膜很明顯 我剛才唇膜是這麼多 我加下唇膜也是這麼多 另外就是說了這麼多東西 都還未很乾 不過這個我會另外再測試 我要另一個LOGO 另外再測試 我會另外再報告 究竟它是乾的程度有多乾 這個我會再報告 這個我會再報告 粉底也會再報告 如果你們有興趣 因為剛才塗上去的感覺是良好的 但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溶 還有會不會持久 所以這個我會再測試 剛剛有問唇膏 唇膏剛剛測試了這支 就是GA403 如果想看整個由頭到尾的影片 大家不介意是個多小時的話 我稍後會放在Youtube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會寫在IGLIFE 大家會知道是什麼 還有第一次測試 不是第一次測試 第一印象 大家陪了我玩了一個多小時 我也不想測試更多時間 目前為止 都沒有變得很暗 我覺得唇膏顏色 不錯 大家覺得怎樣 我現在會下載這個影片 然後將兩個LIFE 黏在一起 我就會放上Youtube 大家應該今晚會看到 還有我會把所有東西 打回在Youtube的Information Box 大家按一個箭咀出來 就已經會看到 我們在Youtube見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